在今天晚上开始对一场女排式锦赛焦点战中,中国女排面对意大利女排,这是B小组争夺小组第一的关键之战。 对于双方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,首局比赛中国队开始做的不是很好,不过很快在之后中国女排及时调整,关键时刻意大利女排的心态也有些问题,中国队一直处于领先的局面,对手的失误多了起来。 最终中国女排25-20送给对手本剑是锦赛首度输球,在第二局双方就进行的很胶着了,比分也是多次占平,中国女排挽救两个局点,不过可惜朱婷最后时刻扣球被拦网成功。 意大利女排26-24分回忆成,进入到第三局中国队一上来就一笔四落后,之后没有找到对手的进攻节奏,主要靠朱婷这个点。 但是对手的限制又很死,中国女排在这一局很无奈的,以16-25输了下来,到了第四局中国女排也一度反抄意大利女排。 不过最后时刻中国女排还是上了点进,以20-25,总分一比三被意大利女排逆转,从而获得了这次小组的第二名,意大利女排获得第一名。 比赛结束之后郎平也表示在这样的比赛中,当中国女排强攻受阻的情况下,只有朱婷一个爆发点是不够的,其他的进攻端发挥的不稳定。 这也是导致输球的原因,可以说郎平指导在赛后坎岩球队的问题,肯定接下来会入面调整一下乡张长明、丽莹莹等人的状态。 毕竟现在的中国女排如,国家竹亭限制的很厉害,几乎等于砍掉了中国女排的一只胳膊,确实影响很大,而且还没有人及时顶上。 前中国女排队长惠若琪也表示发现没有顶住是这次输球的一个原因,而且精力有点跟不上。 其实惠若琪说到了的这个精力问题和疲惫肯定有些关系,不过这样一场失利也给中国女排敲响了警钟,对于之后的复赛来说并不是坏事。 没事的,没事的. 我们下期再见